一人陈小春硬彩蛾婚后育有两名儿子 不时也会在社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生活日常 经营彩蛾受邀登上综艺 针对如果儿子穿裙子 却被同学指指点点的话题进行了讨论 硬彩蛾透露大儿子Jasper也曾想尝试穿裙子 他让孩子试穿后告诉对方裙子是女孩子穿的 但是尝试并没有错 所以他也在节目中谈言 自因为让三岁的小儿子霍霍 留着一头长发迎来不少网友质疑 他把儿子当女儿养 令他完全无法理解 他认为儿子没有穿裙子 而且身体构造就是男生 既然女生都可以剪短发 那男生为什么不能留长发 硬彩认为发型不应该受性别的限制 也霸气表示会尊重 以及支持小儿子留长发的喜好 让大家看到续长发 男孩子也可以是正常的男生 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